我爸是寻求首付 因为担心我被女人骗一些 我二十五年 我寻了三年妈妈 我现在是百姨父好了 爸 你是寻求首付 为什么妈了我二十五年啊 你怕我被女人接解 不是 我老婆来了 我先不说了 老婆 老婆我跟你说我好消息 任小天 我们离婚吧 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们还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身为新月集团的总裁 身价市值千万 每天接触的都是交成的商业经营 而你 你可怎么送我买秀无大 这都是个废物 你觉得 他去做无证 我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不一样了 而且我们还有个可爱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就这样离婚的话 那小小怎么办呀 你怎么能让小小 这么小童年都没有父亲 小小没有你这样的废物父亲了 他的人生会更加圆满 你撞开我老婆小 你是谁啊 低层人就低层人 几眼了只会那么几招 对 对 对 你的女儿 我自然也会帮你 好 照顾 叶小婷 是你没有我才能 和前校相比 你根本能拦着 房子 车子 还有女儿的抚养权 全部归我 星月 星月 不就是五千万吗 我也可以给你 哈哈哈 五千万 我问你 你欠过五万块了 要知道 哪怕是我钱家 在整个江城都算得上豪门的市价 那一切是拿出五千万 也是不容易的 叶小婷 我不以为就是没本事 那品性还是好 看来我还是看错了 嗯 就是满口大话的废物 星月 我再问你一次 你倒就要跟我离婚说 你就要跟一个 能给你什么五千万的前少年 你闹构了没有 实话跟你说吧 最近星月集团 遭遇了财务危机 而前社集团 聚职过意 只有钱少能够帮我 而你 不会拖累我 不要跟你离婚 你是在跟你商量 而是在通知 今晚 从家里搬出去 好了星月 关于 关于 注资的事情 我们去你的公司 是 是 你来的一个没有钱 这人看不起 马上打十个亿给我 叶少爷您好 我是白若雪 在您父亲 叶总之名而来 这是叶总给您了1.2 零用钱 不多 一共1百亿 你房页 还是能挂钱 老老老 资产不得多 江城最大的企业 市值1000亿的华盛集团 昨天已经毕业总全权收购 所有的股份已经转到了您的名价 您明天就可以去华盛集团交接了 这个 是华盛集团董事长的 一百亿的黑镜马 一千亿的华盛集团 这些都是我老爸做的 那是当然 整个江城都知道 昨天一位神秘富豪收购了华盛集团 明天我会举办一场宴会 让所有江城命优都知道您的身份 啊等一下我要去处理华盛集团 对了这个车也是叶董送你的 啊 啊 华兴 你觉得我千万跟我的 明天 你给我等着走 什么 华盛集团一组 第二 华盛集团一组 华盛集团一组 我命令你马上回来 把我们的前家传家宝一龙 送给那个大人 恭喜一切代价 和对方建立联好关系 我们全家能不能上市 就开这一次了 好好 我们上回 行车啊 什么事情这么大气 华盛集团一组 江城上天要变天了 江城上天要变天了 江城上天的天要变了 我们新月集团说不定 能借这个机会 跟上 什么 华盛集团一组 什么 华盛集团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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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贴你 华盛集团一组 西四 我已经到华盛集团文法了 叶董事长 龙线进去 word kum 真没想到 曾经仰望了华盛 现在是我的了 这不是江城鼎鼎有名第一窝囊废 你也笑天吗 怎么 他打扮得人摸狗一样 不送外卖了 来华盛集团找工作 可你有没有 叶晓天我劝你脚踏实地 你跟我离婚之后 找个工作奖活自己是应该的 但这可是江城第一的华盛集 你觉得你跟这有心意好的比赛 王总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有什么伏格帮我闹着 我难道说错了吗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要学历没学历 要经验没经历 你契约集团都不会要 不别说是华盛集团 新月说的对 我们前家可是华盛集团的御用合作商 不日 你跪在我面前瞧瞧老子 我帮你在华盛集团面前说两句好话 说不定能给你个扫厕所的机会 叶晓天 你还不赶紧谢谢前程 在这华盛集团扫厕所 可比你算完卖强多了 说不定你还是成为你们家 最有出息的 这我祖坟冒起厌的好事 你还不赶紧跪下 老子 首先我不是来这找工作 其次 我做什么事和你为什么关系 叶晓天 你还要撞到什么时候 哇 我知道 原来是你跟踪我 实际是想求我 不要跟你离婚了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知道 你很不高兴 但我的身价是千万级总裁 而你翻评二十五年全部的人士 最能拿得出手的身份 你只是以为心灭的前夫放 我在最后说 第一 我不是跟着你的 我来华盛集团是帮我自己的事情 第二 做人不要太过于自我 无法容易被打你 第三 你们吵到我的眼睛 赶紧红 华盛集团不欢迎你们 你说你跟这废物生什么气 他说太华盛集团 明显就是在装逼啊 我像你這樣的廢物 來華盛集團 哦 你來撿廢皮 拉起被拉起還一直頒退的 言小天我知道我把你改出門 你內心是無法接受 但是做人各有自己的證明 做事將腳踏實 你不知道你待在這兒 有些違和 我以前總沒有發明過 你們到底是自己鬼去 還是我叫人 是 我沒想到你前夫這麼幽默 我一輩離世 這兒 華盛集團 你有什麼資格在這耍威風啊 啊 謝謝小天 你瘋了 小火你 你敢打我 我把你四肢打蛋 讓你從這爬子出去 老子不信錢 來人了 有人在你們華盛集團的地盤上 打你們合作殺 走啊 誰啊 敢在華盛集團鬧事 你我什麼都沒 前哨是你啊 怎麼來了 也不及錢說一遍 幹什麼事的 有人在你們華盛集團地盤上 打你們合作殺了 看著怎麼辦啊 啊 什麼 敢在華盛集團鬧事 還打上了我們的合作夥伴前哨 這簡直就是再不給我們華盛集團的面子 来人啊 把他给我打一顿丢出去 你什么就一送外卖的 我告诉你 就你这样的废物 在华盛集团当保安你都不配 毫不客气的说 整个江城都得扑在我们华盛集团的脚下 在这 赤龙你得给我盘整 赤龙你得给我趴着 更别说 你就是一条不起眼的废物资格 来人啊 把他给我打一顿丢出去 叶晓天 你从前头上带着王歇岳丈夫的名 所有人都给你赠博蜜 而现在 你就是谁这人都可以捏死马蜒 老实点 向前尚哥哥认错 我还可以把你求起 不至于让你缺个不断的 白若旭 华盛集团大马上下来 不是我说你怎么双臂都不错 白若旭 可是荣博四大家族白家的大小姐 白家的招 都没想到 二十二十二十一只 被无数的商界精英 豪文贵族 捧回传奇 传奇 他 他的名字 从你的给你说出来 又是一种虚似乎 脑洞 然而是为什么呢 夏天坂没人不认识 你心 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人 不过你别说 这 也就是这个名字 门门中就是白鲁鲁烧肉发生 你就说 这废物还蒙得多 不过废物终究是却 如果把我们前家的专家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啊 这是华盛集团的大Q 不是菜市场 何总 我们来是给白总献猫的 这是我们前家的传家谱 还请何总能够在白总那天 绰重的延续 请便 这位是何总 也是华盛集团的 嗨 何总 何总 就是这小子在华盛集团的地盘上闹事 打准的何总 教训他 叶晓婷 你要何总 你算是彻底的 你要这么着急找死 我问你 您是叶晓婷少人 我是白润雪白总 看来接你们 他 他就一错是外卖的 我不是搞错了 千万别被他骗子呀 没错 此人是我亲子 我跟他结婚了 他什么 他就是个老孩子 为家不起的窩囊犯 说啊 您可不能糊涂 他还能别说话怎么办 你是眉毛眼睛的门 你被开除了 华盛集团有这种垃圾口的事 从今天开始 华盛集团不欢迎前哨 合作 您就这么护着这个废物啊 我全家跟你们华盛集团的合作啊 为了一个废物 活了我们全家的面子 全家算什么东西 就是你爸爸见到我 也得跪着跟我说话 全家80%的利润 都是来自于我们华盛集团 一旦终止合作 全家将立即破产 合作 我 我 我求求你 我最干嘛是 我求你放我们全家一条生路吧 华盛集团 从不与素质低下的垃圾 从现在开始 不得与全家有任何商业生活 言论进行过还是充分的 全部 全家将不会再受华盛集团 落得一分钱 你什么当你谁呀 你敢这么说话 我不打你 我摸起钱 我 严少爷 老公业严少爷 从才之外 可可欲出 你这个位置一定要用人吹拔 你既然能编得出 我让白走 要免为接着小子这种鬼话 老来这是你的罪 我去你现在放开我 我就去找白若玄白走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把他给我溜出去 我 我 秦少 我人家怎么办 我 看他翻了天不 知道有什么事 看什么何超 只要等我见到白走 把我们全家的传家乐龙送上去 得到了白走 超大算个屁 没错 这华盛集团刚刚也 丢过来一次大换戏 我说这个风采 必定是我当机的 我见到白若玄 挖了那废物的皮 不可 董事长 以后我就是您的天生秘书 有任何事情您尽管分析 因为您父亲的命令 我只能在明天的宴会上 公布您的身份 若是这样做 能让你认清楚 身边的那些面目 以防被骗 今天呢 什么相伟 话也真是 哪有那么容易被骗 对了董事长 明天的宴会上 第一是公布您的身份 第二是确定 迪尼市项目的合作伙伴 整个迪尼市项目呢 是资十五一 央城 还有建筑相关的企业 都在争取这个机会 您要不要建议 都全来交给你来 处理对签 好 白总 全家大少爷前天 辛悦集团总裁 王辛悦请见您 不用见了 华盛集团 从来不与素质底下的拉脚 叶少爷的命令 就是我的命令 照做吧 好的 对了董事长 我了解到 您和王辛悦小姐 还没有离婚证 这个事情 需要我去做 先不用了吧 他也只是一只 我们心跳 被前天欺骗 我再给他一次请 心愿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叶小天 你还挺长庆 可惜啊 这份感情 给错了人 还得我帮你 哎 那妈的 你们这个臭宝啊 干这么对本少爷 还给你们董事长送保护的 我见到了孩子 我要让你们全部都滚大了 在华盛的地方面前 遗憾这种东西 我们董事长说了 华盛集团不予垃圾 这怎么跟岳小天说 你那么一样 废物啊 你是不是你乌鸟嘴坏了 我的好事 关心者 还是好想想 前将破产怎么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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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回事 妈的你问我问谁 小天的废物也会被赶出来 哎 真准啊走去看看 今天小天 怎么能开得起这样的好处 啊 难道和 他真的跟华盛集团有关系 怎么可能 别忘了 难道结婚 他真要和华盛集团有什么关系 你不早知道了 没错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不过 他的钱 他怎么来了 他不会是偷了你的 成为首富儿子的第一名 当然是给自己购置一套豪宅 离了半夜 你是不是姐夫啊 什么狗屁姐夫啊 你姐都跟他离婚了 他那辆车 最少也值一千万呢 而且这里 是江城最豪华的别墅区 民景天朝 这里随随便便一套房子 也得几千万呢 他在这干嘛 真的 走 咱们看看去 叶先生 您只要在这里签上字以后 这套房子就属于您的了 好啊你 你个被我女儿凶了的窝囊废 快把车拿出来 什么钱 还装糊涂呢 你没有钱 那车祸房哪来的 这钱 是不是你从我街上偷来的 是不是你从我街上偷来的 不错 你是跟我女儿结婚了五年 现在已经离婚了 你凭什么还拿我们的钱 我什么时候用过王轩云 你不信我 可以自己给他打电话 既然这个费用这么不识气 那咱们就自己搜 搜 来 人呢 你被叫人 你妈不能叫我 我亲自叫你 我可是你小舅子 你敢打我 从前 看在你是王兴渭弟弟的份上 我处处忍着你 你闯了后我替你背锅 你欠了赌债 我也替你还 你对我冷言相待 我一忍在这 但是现在我已经要和你解离婚 你还有什么力度 对我指高教 叶笑天 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好东西 但没啥道理 偷我们家钱也就算了 还敢打你亲小舅子 打你亲丈母娘 不可理 把房产证给我 不给 这是我的 对 你开的那个车 也是我们的 房产证在我手里 这房子就是我的 你还能从我老婆子手里炒回去不成 小子 我已经给我姐发消息了 你要是赶着乱来的话 看我姐怎么收拾 把车又去拿来 哎呀 你们快来看啊 这废物女婿偷我们钱 买车买房 我们找她说理 她还打人了 这是什么世道啊 叶笑天 偷我的钱买房买车 还打出来我妈后 翻天了不成 这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 还有我当然挺好奇 我舍不住 我已经查过 我招呼你少了三千三百 我睡以后 还能 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偷了我的钱 就属于犯罪 而且 这远顶天城的房子 连我都不敢 更何况是 要不是我弟他们发现了 你就把我的钱都花光了 我已经报警 你赶紧把钱还出来 然后跟我妈和我弟道歉 这样 你可以救我 让我 姐 这钱就是他偷的 咱们可能能及到他 刚 他还打了我两个嘴巴 我必须要让他磕头道歉 就是 他还敢对我顶嘴 必须为他道歉 喂 喂 郭先生 住手 就凭你吗 也不叶先生鬼 这小子 他偷了我几的钱 还当中打了我 在场的都是人证啊 您赶紧把他给抓起来 这种人渣 就是社会败类 就得拿出这枪毙 绝对不能轻饶了他 这种人渣 这种人渣 就是社会败类 就是社会败类 就得拿出这枪毙 这个女人好美 她是谁 竟然有比我姐 还美 还有妻子的人 王小姐 星月集团总裁 王星月 叶少爷的前妻 你什么意思 你说叶少爷 偷了你的钱 没错 他买房买车的钱 都是偷了 据我调查 王小姐总资产 三千三百万一整 你说那么错吧 我女儿可是星月集团的总裁 年纪轻轻 身价千万 可不是这个废物能抵的 三千万呢 既然如此 换了 王小姐丢钱一事 与叶先生无关 我不管你什么来头 该跟你说话 讲证据 叶先生 停在本头的那辆车 全轴五千万 你 买 还有刚刚叶先生刚买的呢 是我们云顶天城的一号别墅 大家应该听过 这种别墅的传说 整个江城最豪华的庄园便数 价值三个亿 三个亿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拿得出三个亿 真是一群古典之蛙 能花三亿买豪宅的人 怎么会托你们区区三千万呢 不是我贬低王小姐 您的那一点资产 实在是不足以叶先生的一点 怎么可能 他跟我一公钱 这是个窝囊犯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这就和王小姐没有关系了 我好心帮您调查了一下 您的弟弟王品颜先生 一周前剩下赌债三千万 昨天才刚刚还新赌债 至于你的钱去哪了 我想 您应该问问 是你偷了我的钱 警察先生 裸方状告王彩莲女士和王品颜先生 故意栽账陷害 叶晓先生 合伙出谋三千三百万人 这是证据 拒绝条件 直接请 我欠了独占 我如果不还的话 他们他们会打死我的 你帮帮我 你帮帮我 我不想做了 你姐你帮帮我 女儿 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啊 先前可是你昨天想给付了你的钱 你可不能不管我和你弟弟呀 我 怎么这样 姐你最能忘记 我小天你 你和我的话就是为了报告 我把我妈和我弟送给仙姨 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 那他们是贪了 那贪了 你要做什么解释 我就说 你怎么会这么爽坏的和我的婚 原来是有其他的 这位小姐 你可不要被她骗了 她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跟我结婚了五年 除了洗衣做饭做地洗完 一时 走 就是个烂泥服务上强的东西 我们的事情 就不让王家给测薰了 你有空的话 你是多管你妈 你弟弟 叶小天 我们才刚离婚 你就和其他女人搞她一起 对得清 你跟我离婚前 弟弟跟前面都成了 你对得清我妈 我那是为了我的事 为了给小小更好的生活 总之 和你 还真是会找借口 希望叶先生 老婆我去做主意 您的父亲有事找您 希望您今天任何 爸 刚刚的事我都听到了 一个小小的先问总裁 竟然也敢这么欺负我的人 爸给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 按照你之前的喜好选的 你绝对喜欢 你去吧 这也太快了吧 我刚离婚了 别废话了 找个儿媳妇能够多难 对了 和你相亲的人 叫做孟非非 孟非非 您这是 她是我情侣 对了 相亲之子 在西白间 成为首富儿子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换身情做起 这开心 这些 您父亲吩咐您带着这个监听器 为了避免您相信失败 他要和您一起来做 半个小时后我来接你 对了 对了 孟非非 好久了 叶笑天 你怎么在这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就是你的相亲生 我爸说能改变我们家族命运的人 就是你 你穿的倒是不错 怎么 现在发达了 孟非非 这八年没见了还是这么好看 那是 既然你是来相亲的 我就直接问了 你有房吗 你有车吗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 想要娶我呀 房和设计 是必备的 房子呢 不能再郊区 至少要四百元 而且呢 你每个月还要给我十万个钱花钱 哦 这和房子可不能贷款 我嫁给你 是过来小轻浮的 这不是跟你一起过着混贷的日子 另外彩礼呢 我要求也不高 凑格整好了 三百万就行 还有啊 我和你结婚后是不能生孩子的 那又会影响我身材 还有呢 我每周啊 要和姐妹去夜店玩一次 你可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 哦对了 忘了问你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啊 送外卖 送外卖 你个臭送外卖的过来想什么亲啊 我 你什么你啊 你个臭送外卖的能赚几个钱 一个月工资能有八千 你知不知道 我一个月护肤笔子要三万块 你个臭屌丝能拿得出来吗 一个群鬼还来想起 真是忘记 八年了 你能 不能 叶向天 我紧了 最好把咱们两个恋爱的事情 垫在股子 我先丢了 我也不知道 你用什么手段骗我爸 但是我在这正正的情 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混账 败金的玩意 我靠 这玩意怎么还能发出生意啊 叶向天你敢骂我 不是我骂的啊 是我爸妈 叶向天你装什么情告 为一件蝎子和我相亲 不就是看我长相 少装清高 男性子 我在等人来开车接我 哈 其实你还有车 你那个是送来卖的 电动车吧 哈哈哈 真高兴 哇 哇 哇 这车真好气啊 看见没 这才是真男人该开的车 叶少爷您刚买的云顶天城的一号别墅 我已经派人打扫干净了 现在接您过去 人顶天城一号别墅 就是那个 传说中 夹着三个夜的一号别墅 叶总怎么给您安排这么 臭的心情练习 你 没办法 谁跟白秘书站在一起 都会对才行 笑天哥 笑天哥哥 我刚刚都是开玩笑的 就随便说说 是 其实我觉得吧 咸不咸的无所谓 中药之人 我觉得 我们两个还挺蛮配的 我还挺喜欢孩子 你不是说 你负责生吗 生能生 生一万个都行 而且我保证你负负出去了 家务负我全包 我就负责在家里 把你伺候的书记负负负负 你觉得 我觉得 我不配 笑天哥 去哪 你都是我呗 笑天哥 老师啊 你你是项目 需要你确定项目的开发地 有几个推荐的地点吗 对 你问你这标注好了 是 我现在就喜欢拍拆天师 对了 江城还有建筑相关的体力 都在争取出胜利 楼下自己用什么的 请你去建筑 不用了 你去按个就 我还是回家收拾东西的 林秘书 你说我们能成功吗 这华盛集团刚刚一主 现在 又抛出了一个十五亿的大小 我们新月集团 只要从中到底边讲的 便可以大转一批 王总 你年纪轻轻就成立了 新月集团 华盛集团的老板 肯定会看到您的优秀的 只要能跟华盛集团达成合作 那我新月集团 这不是一飞冲天了 哎王总 那个 不是你那个废物前夫吗 叶小天 你还真是阴红 真是我都追到华盛集团了 叶小天 你已经和我王总离婚了 我知道你怎么说 毕竟 我王总可是身价千万的集团总裁 还是你这是个送外卖的 事实就是这样 我劝你 还是早点认清现实的 我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如此这般纠缠我 不就是外想跟我复婚吗 我告诉你 不 可 能 我其实想说 我不是来找女人 你别装了 自从我们离婚之后 你初就找我妈了 先是找一个女龙 遭遍演戏 想让我吃 后来 都是让我妈和我弟弟进监狱 怎么有钱 这只 接受复婚的邀请 你这个鬼际多多的能力 不会让人 我们王总马上就要跟华盛集团合作了 到时候 整个江城都会仰望他的身姿 以他的美貌 注定会战场人家 受到外人的指导 可是你 只不过是一个 你无事事的批判人吧 你根本可以不上 你不会成为一个物质 你也是来求你 你还真是居心谱 调查起来如此之事 你跟着我过来 这是为了从政搞破坏 我告诉你 做人可以没有本事 得绝对不能握着 你今晚就在我家搬走 不 你搬走 成为任天去 啊 什么都没做 挨了一阵触碰 黄新月啊 明天宴会上 白秘书 怎么了 白秘书怎么了 董事长 刚刚新月集团的王新月来求合作 让他3000万的份额 您说要同意吗 答应他 就当 是我给他和女儿的补证 是啊 明天的宴会上 我会公布此事 还有一件事白秘书 告诉一身解释 今天的事就是我 把新月他妈妈和他弟弟都放了 别再为难他 是啊 叶晓天 你怎么办 你还不愿意放弃什么 你不信他顾虑 那就让我 再帮你 叶晓天 你怎么 你不是说 他好像 你怎么办 别再假惺惺了 前天已经告诉我 就是因为你 得罪了华顺铁 我们自己 才会被赶出来 都是因为你牵连了 你知不知 可有可能因为 我能跟华顺铁 都合作不了 这么相信 我不相信 能够帮助我 今天 王宫成 我还要相信你这个 只会脱了我的窝脑费 你连累我参加不了华顺铁 的电会 我只能去什么钱 不然 我知道我损失多少吗 我就是华顺铁团的董事长 由我参加 你根本不需要几个事情 你想参加皇上集团的宴会 我跟你说 参加还有事 不过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这是明天宴会的两张邀请案 你和女儿都可以去参加 你说 你说皇上集团董事 你怎么说 你说玉皇大帝 到这个事 你还拿这个骗 华顺铁团是怎么说我 确实不知道外界都是怎么说我 他们都说我王兴月嫁给了个窝囊费 跟你结婚了 你那非我母爷呢 天下 你还要钱 你当中的五蝶 你凭什么你拿我 你不 我们还没联系 什么意思 好 你是有这种办法 就是为了不让我给你一个婚事吧 我们 真的后来 你不是想去华盛集团的 嗯 这两张邀请 就算是没有她 最后 可吃美食 这撒谎的水 倒是越来越高了 我知道我现在受伤不动 本来我想的明天宴会 绝对她的 可惜啊 那今天 我就抱你 抱你 岳小天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离婚了 我不希望再见到你 也不希望小小 有你这么一个撒谎诚信的父亲 秦月 帮忙等不及见他们未来玩儿媳妇了 快过来 你这个废物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秦月 还要跟我说你干嘛 像你这样的废物 连参加我们的婚礼的资格都没有 你笑到妹子 你打开 叶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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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为你选的未婚妻人选 这一次可要擦亮眼睛 别再把荧幕 错当成珍珠 叶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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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为你选的未婚妻人选 这一次可要擦亮眼睛 所以喜酒喝我們葉少爺自然是關 我們總是讓小門小戶的東西抠 說這話無法 我全家的少爺敢罵我 你他們不想活了 全家算什麼東西 我到此為止吧 配他鼓高攀悟 不是那女人什麼來頭啊這麼好 讓我查出他 我要他跪在我們面前求饒 你為顧一幫演員就能壓我們一 這這葉笑臉笑 先生這華盛集團的邀請函能造假嗎 華盛集團邀請函都是特製的紅色一表 就不認真 不過剛才葉小天上的車子 好像是華盛集團 我 徐晨 爺小天 你果然是在偏 什麼華盛集團都是 真是蠻不浮誇 五三六五 四 少爺那少爺那兩張腰腿 夜少爺 你們兩個廢物還敢出現在我面前 搞死了 冒犯夜少爺長嘴 你讓你知道你自己是誰 宴會即將開始請勿宣華 寶貞取消宴會資格 李小甜 今晚是環盛期前 我為星星人董事長舉辦的運會 沒有邀請 好啊 一個臭送外賣的屌絲 一個來路不明的女人 我陪他們兩個邀請按什麼樣都不行 我估計他們是偷摸進來 在夜回庭搞破壞的 我估計他們是偷摸進來 在夜回庭搞破壞的 我估計是 你家讓我講一遙 我待會看看這兩遙 有什麼樣子 這是董事長親自該張的特級邀請盤 你說什麼 什麼 這是董事長親自幹的招 沒錯 特級邀請來是藍色張藝 你給隨過兩張 不 給他們這兩個廢 知不知道這個特級邀請來哪有 這個特級邀請來 我們要拿到華盛集團的合同全身輕而已 他 可是他邀請 許願向天天 怎麼可能 每次夜會由華盛集團舉辦 華盛集團在前不久剛剛一組 哎 我們馬上叫叫白若雪 他可說我當偶像 像他這樣的情侶組 不知道什麼樣的 才能知道 白若雪從京城來到這 可不是江城有什麼東西 我們只要跟著探戶吧 誰 你可不是情侶會送我 沒事 我之前 自從這二十二歲接趕白家之後 他們每一項投資都沒有虧損 就是不知道江城對他來說 到底有什麼事 我在過兒的路上 我爸特意丟給我 一定要跟他搞乎關係 錢家能不能上市 要跟著我 要跟著我 你還拿我 我侯借你 我們雖然離婚了 但我還算勸你 你最參加宴會的 就是江城的大爲 他要進去來的白若好 我奉勸你 你老是跟著我後面 別人的事 然後勸你 哟 这不是夜咻天嗎 這不是王總的 不能被錢撲嗎 快来王总 你这就情非了呀 二生一样会有个水的带她来 估计这个废物 听到我姑奶奶白若雪的女孩 都下的腿翻碗了吗 这人得傻叫啥呀 有请白若雪女士上台 有请 叶总一起吧 我笑是因为我没有你他妈吃的鸡 你闻若雪 你闻若雪 你是华盛集团董事长 不好意思 让诸位失望了 华盛集团董事长 那有其人 我这是什么秘书 这个能让商业女巫白若雪 当她的秘书 因为董事长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一人 人 全家子孙德行有诗 该误授代诸 我 我 你什么在外面跟老子闯什么祸 现在花树一样不惜现在人要扶上我们钱 你到底在外面得罪才的 不是我呀 是白鹿雪 白鹿 白鹿也是你敢得罪 你不求得他的银梁 你快找着天壳放开人吗 黄欣月 黄晓天 你没有必要报复我 故意接近白鹿雪 这样你会让我回家看不起 我知道你和我和李 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的事 你依旧是你确犯的窝囊废 所以婚内出轨错在我了 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些 因为没有意义 但如果你真的尊重我 你会跟他别的女人 代表我面前来要扶杨威 可笑 尊重你 前天呢 早在临天之前 你就以为他就是你亲人 你真的过年了吗 总之 我还要劝你 你白鹿雪远一步 像他像的你 你把握 他身份如此尊贵 你与他 你是云泥蜜 他和你在一起 你怎么都是娃娃 你凭什么刚刚在上看得起 那你有什么资本 让我看得起你 在场的所有人 哪一个都比你有本事 而我是新月集团的总裁 而白鹿雪 又是新一代商业女 更别说 像华人集团叫做董事长 这种水仙班的人 你和他就是一在天上 一在地上 你还不懂 现在我宣布了吗 这团新任董事长是 叶笑天先生 我早说过了 你们都被骗了 他是假的 你们都被骗了 他是假的 警官 我是华盛集团的 总裁何超 他要认识别问 多年 终于让我搜集到了证据 我接受 叶笑天 冒充华盛集团董事长 你已经被捕了 跟我们走一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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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不过是骗子 这回你这个玩笑 不太大 这是华盛集团总裁何超 华盛集团 由全球首富100万千首 我这 我全球 我这 你来说吗 华盛集团是谁说过 全球首富 叶湾 二十五万千号 检浆 你小子哪行正式高大 我 手吧 哈哈 我怎么这么大 我没有什么这么重 你 好气 今天要快年长 整个海上 都要让白用选了 那是因为你们蠢 你也就要添那个国道飞 给华盛集团把马骨都不够资格 没想到董事长 白若雪好好地京城不待 跑到这来跟我增全 真是不知死 正好明天 把他和叶乔天一起送进监狱 这辈子你别再想出来 白若雪要是不在了 这华盛集团就是没说不算 我是好 这些国度提醒 好说 叶少爷 我都说没事吧 你要想跟你爸的试围 能让我白若雪打工的人 就试一下 做他一个 何超你打工 通知下去 你立刻罢免何超在华盛集团 一天之内查清何超在业期间 所有接触的 何时行直接提醒你 直接提醒你 是 我们现在就会好 我倒要看 做好 这有钱人的想法还真是不强 堂堂全球首富的儿子竟然跑去送外卖 一送还送了三年 别说过嘛 总之有钱人的心子你别猜 我又是有个青春首富的老爹 该有多好啊 事实牵引 就这么给当初有过随手送吧 这有多夸张 昨天 华盛集团为一位神秘富豪 数十千亿 这位神秘董事长的身份 说出来能吓死你们 最近都给我老子两个 谁要是赶紧的事 下场就是个花瓶 我们华盛集团的口号是 想成功 先发风 不过一代下海洞 凭一次 复三代 明天台湾 复十代 明天水滴满 明天上海洞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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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什么时候华盛集团成了传销组 这就是江城盘英第一 唯一一家市职超坚异的企业 这是配合 你怎么知道 月月 我已经报警了 自托罗网的宠货 冒出华盛集团的董事长 也就是董事 老里做圈吧 开除我 你真不知道我是华盛集团 你算是什么东西 谁不知道 你叶孝天的名号 将成第一窝囊废 你信不信 只要我一句话 让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 你凭什么在我面前大放学词 你我是华盛集团 我看你小子是全疯了 知道收购华盛集团需要多少钱吗 一千个亿 你小子这辈子花过的最大面子 也不会超过一千块 收购华盛集团呢 可是全球首富一业老爷子 我为什么 董事长的这份预牌 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都是我老爸四日的能力 什么呀 你一定没说我 都是合作这个废话 还说什么 谁得罪你 你说说这个花瓶 这个就是他 你们谁报的警啊 警察 我我报的警 都是误会误会 哎 不是 这家伙待着皇上批凡总裁 这中保司 两年内能用公款 到达一年 若显 这是何超能用公款的证据 什么 董事长 董事长 我我我这都从了董事长 董事长你饶我吧 爷爷爷 您让我做什么就行了 等一下 麻烦警察先生 让何超回答这个话 我们在场的人都是人 这是他居然 接着 我往那正面 第一个正面 在旁边坐着他 你这个派出我啊 谁啊 都吃老袋子 我带你去休息吧 哦 你也没 啊 我滑在警察开始了 我就完了 少爷 您早一早接您去查现场 你早一早一早 我跑去送外卖 跑来这里坐 哎呀 还穿了人磨狗样 啊我知道了 你是跑来这里 听听保安的吧 我有必要提醒你 这里可是银银鲜草 是不会要你这种垃圾的 你不是五零年捡了我的钱 跑去都收太多了 好 平时不问 啊 我知道了 你不知道从哪里打击我分手的消息 所以才追过来 不过我告诉你 虽然我已经分手了 也不会看上你这种要钱没钱 要钱没钱的废物 你赶紧鬼子 我不想在这看着 看着你 看着你 是窥子 我和你是被摔的 我和你是被摔的 你 小小 你被摔的不是我的问题 当我干什么 我再不计 也不会再看上你 你别想趁我受了情伤而趁虚而入 想跟我复合 你这种男人我见的多了 你想的美 你是男人来的自己 我闲的话 我要跟你 别装了 你要不是为了见我 你巴巴的跑这来做什么 什么好意思啊 让你误会 我是这儿的叶主 哈哈哈 别胡说八道了 我有必要提醒你 这里可是云顶天朝 江城最豪华的别墅区 其中最少别墅都要六千万 最贵的一套别墅 要三个一千万 这种废物就连最便宜的一套厕所都买不起 我很有必要提醒你 这里可是有实名制的名记 你甭想混进 欢迎一号别墅业主回家 祝您生活愉快 你抱歉 不小心进去 拜拜 你抱歉 不小心进去 拜拜 哎 这破碗肯定坏了 啊 哎 少天我给你带路啊 忙一天都饿 这云顶花园好像最出名的就是专门为业主提供的餐饮 快快快 一号业主别四主人啊 分一大了 我又拿出全部的家伙子 哎 对了 我们必须啊 感谢我们云顶无业最热情的一面 让尊贵的业主啊 有兵质如归 穿冷画客的感觉 知道吗 嘿嘿 谁说 那你公会上大家来跑来换了什么 不想干了是吧 啊我是来想干了 你什么你啊 啊 不想干你就直播 我们云顶乌页啊 多少人抢破头要来 长相好学历好的人我们随便挑 也不知道是谁把你介绍来的 蠢笨如书就算了 工作态度还这么散漫 我是来找一号平素业主的 你得到那边尊贵的业主了 我没有 你被逃退了你啊 要是那个业主啊 对我们云顶乌页啊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会是由你们法律担任党 谁就到底的 我是他的女朋友 眼都不眨的人买下三亿的豪宅 是你男朋友啊 对啊 我们感情很好的 你马上就要娶我了 小小 有这种关系怎么不早说啊 你这个丫头太低调了 我们云顶乌页有你 你真的是浮顺高照 哈哈哈哈哈 这个消息 一号别室的业主 上在英雄姐姐就对他 小小你男朋友到了 我们去再接他 好啊 叶孝天 应该不适于一点片子 对我吧 毕竟我可是他前女儿 四舍五路也算了你 一号别室的 走走 那个男的呀 曾经是哪位业主的全星期来吃饭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来云顶酒店吃饭 是一个人来的 哪位业主身后不是跟着几位保镖保姆秘书的 就让我看好吧 我们找个好处就觉得很开心 哎呦就你有礼貌 那你去接他好了 一个穷亲戚 估计也有点几个最便宜的 什么有什么礼貌 先生您好要点点什么 你这边裹什么招牌 先生我接见您点这道虾子粉丝 虽然不是招牌饭 但是也一样很好吃的 还有一个 这个青草棉藕吧 一婚一妇 足够你一个人吃了 这样算下来 它是1665元 先生 这已经是我们酒店最前日的 哎呀 两盘最便宜的菜都吃不起 还好意思来这消费 有些人哪 进门前也不看看 这门槛高不高 够 你在说我 我可没说你 但你非要对号入座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毕竟来我们这的客人 都是高素质的高端人士 和你不一样 怎么了 打链冲胖子还不让人说了 没钱就去吃地摊了 占用我们服务世界 就他点的那两道菜 提升还不够 你和他浪费口水的多呢 你非要不是 难道我说错了吗 两道最便宜的菜还嫌贵 看到我手里这瓶酒了吗 这是我刚才服务的费品品了 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下来了 很便宜 你们这边 那板 这个渔滕像 这是以即的企 Zam 还想装括上 你得有那个资格呀 先给我来一斤吧 先生 这个狱子酱 是用客卖的 您让一斤 难得多少钱啊 不懂不懂 这个什么 天朝大黄和一万块钱一条 可信你来一斤 品 igno 动 半头报 来一个 这个来五只 然后野生大小螺的话买5G 还有你刚才家人两道菜 已经手里维飞红酒全部都够吃 这些菜一共50万1000元 你有钱吗你 算的倒是挺快 脑子不错 就是眼神不太好 你骂我眼神 在我们这儿呢 是先付钱后吃饭的 而且我们的安保团队也是世界级的 想吃霸王餐 你想想自己有没有两条命 刷卡成功 本次消费51万1000元 祝您用餐愉快 哪来的土豪 一顿饭吃掉50多万 是一号别墅的业主 豪志三亿的一号别墅业主 快点上菜吧 人家 好的先生您稍等 由于您真的用味 需要一起吃金铃 先生您是我见过这里最大方的客人 当中留个联系方式吗 下次你想吃什么 我直接给您送到家里面 就不劳烦您再过来一趟上门服务 可是不带舒服的呀 显得痛 你怎麼把vic去裡就將 Mila 整整五十萬啊 那個是我一年的工資 真是白白天泛淫的臭喉弟 atie 你快看看這張菜單 小子啊 什麼事啊 我很忙啊 他不是瀏覽你的事嗎 你是不是小事 你趕緊看看吧 你 trap Não search 如果要没有重要的事 这个月奖金我就给你扣扣 菜单怎么了 金额贵点吗 这种小事你还要教我 这是一号别宿叶子的点单 你说什么 你说一号别宿的叶子 你来怎么就吃饭了 哎呀 小球啊 你可立大功啊 就单程这项菜单 我就可以马上升自主角 那个 对面在哪啊 行 你亲自 你凭什么打我呀 云顶酒店包厢 几步消费就是二十万 你一年都挣不到这个 一个瓶子 干准这块地儿吗 是沈秋月要求我来的 像沈秋月那样的笑话 我亲自邀请你 别做白日梦了 尊敬的各位贵宾 云顶酒店一号至尊包厢 迎来了他第一位尊贵的客人 为了表示庆贺 今天全场菜品八折 一号至尊包厢 那不是云顶酒店 专门为云顶画原 一号别墅业主设立的吗 你说昨天一号别墅卖的 真的假的 整个江城 挂三个亿买房子 还真没机 原来一号至尊包厢开放 那买一号别墅的人一定在 对方交好 说不定 我房间还能跟着沾光 喂 挡了大人和路 蛋糕了起吗 老周 嗯 叶可 嗯 一号别墅 几年不见 你还是一个同众吧 叶小天 赵倒来了 这两个家伙 嫉妒我们被沈局约邀请 想要建计赶走我们 使秋月 他不是处 叶小天 你他妈装什么 沈秋月回国 今天是本少爷为他举办的欢迎会 你们这帮穷 一个一个上赶着发上来的样子 真叫什么 一听说欢迎会举办在云丁酒店 眼睛都冒霉花了 后来你送鱼子饭 后来你费成绿 就垃圾 我见多了 你没钱就不能参加同学会了 这审讯会要求我们来 这宴会是我办的 人死瓜的 老子没让你们进你们就只能滚 你们怎么还不进去 小爷同学们都到了就等你了 少天我以为你不来了 小爷 你全都在笑的有什么值得你惦记 我黄首涛哪里不如他 黄首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 为了你特意在云丁酒店举办的欢迎会 而这两个小子哎 你黄首空头连的礼物都没给你准备啊 黄首涛 我愿意来这里是为了来三张同学 不是来说 你别记得 你想要什么的话我愿意 说的你好像买个气 秋月平时就 随便一见都是你这辈子都买得起 我愿意 沈秋月你想要重金秋子啊 我 重金 也不是不行 沈秋月老子才是你被恢复 我没有答应的事情 叶小天 云顶酒店只开放给云底花园的衣服 老子没有邀请你 你没资格带给他 有鬼 黄首涛 叶小天是我邀请来的客人 你没权利赶他在 秋月 老子能带上云顶酒店 去 还能吗 能预定云顶酒店包厢 那可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缺一步 沈秋月 就凭黄少这套青年裁决 可不是这些阿邦 退下地理论 你也算了 沈秋月 你跨着地求我 让我帮他预议 徒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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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你不会是想说你要帮他预订这里的包厢吧 这里的包厢企不消费二十万 你根本拿不出这笔 更别说 只有云顶天成的叶子才有资格 预订这云顶酒店的包厢 整个江城能买得起云顶花园的寥寥无体 你什么都不懂才敢在这口 叶小姐 你也这么多年了你是越来越好笑 啊 是吧笑死我 秋月 他说你信 我信 沈秋月 这家伙说什么你都信 他会他会费你信吗 信 叶小姐 我说你要帮他 拿什么包 尊贵的一号别书业主 你好 我是云顶天成的经理 你 九小孙就行 很荣幸你那么想给来到我们酒店 真是让本店同贵生辉啊 你怎么能在大厅呢 请过来一号至尊包厢吧 这不可能 一号至尊包厢 一号别墅的业主 怎么可能是那个废物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王少爷可是九号主帝 你们要是得罪了他 让区别弄着走 孙经理 你现在把这些闲杂人的都赶出去 我就能给你留点面子 好 叶小天 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即便是费尽心思进来 也只能是归零零笨赶出去的下场 王守堂 你别太过分了 沈秋月 今晚必须理事 你爸也就答应我 只要我帮他预定 您点几点方向 他就叫你驾 过了明天 我过了 你 孙经理还不动手 动手吧 动手吧 上 哎哎 孙经理 这什么意思 我可是九号别墅的业主 叶先生 请您跟我到一号智资包厢吧 这怎么可能是一号别墅的业主 带走 叶小天 你有没有想我 我这次回国是专门来找你的 啊 我结婚了 我知道 但是你离婚了 如果我爸妈当初没有来找你 你会不会喜欢我 会不会舍不得我出国 我爸妈找过你之后 突然就跟肖肖在一起了 是不是为了故意骗我 好似乎我 让我死心 让我安心出国 为什么孟非非可 肖肖可以 王兴月也可以 偏偏就我不可以 一号只能包厢就会 这样我爸就会对 呃 把那些吃的都送到一号别墅吧 我不在这边吃了 叶小天 我当不了你的初恋 错过了你的初婚 这次我不会再放弃你了 你的孩子我生病了 先生 您的朋友都已经走了 哎 一个 这怎么一路的雾灯一火上一火灭头 哈哈 费长是我们云景物业公司 专门为您设置的人脸食节系统 找您踏入云景化业方圆五三米之内啊 经过系统检测 不得专门为您开放 哎你看这个颜色很喜欢 不喜欢我们还有四人精子呢 哎你看看红色黄色两个例子好 哎你喜欢就好 待会叶小天要是揭穿我怎么办 我不应该说她是我男朋友的 哎我是物业公司的经理 你可以叫我小李 我们物业公司啊 对业组那是绝对的普通啊 只要入住云景化园 绝对帮您满意 没有我 我们呀还给你配备24小时的专属美女管家啊 帮您洗洗衣服啦 扫扫地啦 暖的背 总字你看 这四个够吧 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作业到24人 每日轮班上岗 保你每个小时都有新鲜感 我们还有每日的送餐服务 您是喜欢中餐新餐日料还是异餐的 不对 叶孝天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不呀不会来这买房子了 他一定是想跟我复合 没错 不然为什么我刚来这上班 他就买了这别墅 一定是敌爱用心 你有养宠物的习惯吧 我们可以为你的宠物提供 固材服务 带固材服务 还有夜袋服务 你有小孩子吧 我们还可以为您提供 接孩子送孩子带孩子喂孩子 哎 总之除了生孩子之外的 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 哎 您需要什么 只要您搜出来 我一定搬到 哎 我现在需要你 好 走 嗯 还是我肖肖有本事 几年前 一眼挑中了叶孝天这个寄优谷 哈哈哈哈 我就要加入豪门了 以后 我就要过上想买就买的贵妇生活了 都给叶孝天生个大胖嫂子 他的钱不都是我的 哈哈哈哈 如果您需要的话 我可以安排您的女朋友 在您家做贴森工作 还是你想让她进入一个大集团 哎 你要是在江城境内 所有的集团 怎么变成 对对 我女朋友 真的吗 我想去哪里工作 都可以吗 叶孝天生的女朋友 还花了三个亿 这里买了一本别室 只要你把房子的名字 改成我的名 我就跟你复合 你放心 我以后 不会和其他男人来往了 只要你答应我 每个月给我一百万 啊不 两百万的零花钱 我就专心只爱你一个人 从今以后 我就是属于你啊 怎么样 有我这样的女朋友 你是不是很有福气 我 你先生 你们 我不认识他 从现在开始 以后他不许处在我家门口 神经病 哎 你他妈敢骗我的呀 你别看错呀 不是 你听我说 他明明是在追我的 他不认识我对我 我明明要站住我好能的 他不认识是这样的呀 他就变了你啊 哎 啊 叶十四 这有好能的机会啊 怎么就这么没了 哈哈 董事长 昨天的医药会 已经被何超破坏 所以关于迪尼市业项目的合作伙伴 还没有错 我会议你时间 何超已经被送进监狱了 华盛集团也已经公开罢免了 何超狗胎之位 华盛集团也已经公开罢免了 何超狗胎之位 华盛集团 是 小小 怎么了 爸爸今天晚上说说我们的日晚 你能不能回来呀 糟了 差点忘了 爸爸 当然会回来了 还会给你带衣服呢 太好了 我这就是告诉爸爸爸爸一定会很开心 嗯 好 我说 是 天天 今天我就给你个转正的情 只要你把这个最新款的包包送给我 我就答应做你的女朋友 哈哈 哈哈 这个包包包包 你一个全家的少爷 一个包包的包而已你都买不起吗 还是说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昨天跟我说的情话难道都是骗我的不成 他妈总说不好意思 钱家已破产 似乎在愁化的时候 有意义满足 这要是以前的前少爷 怎么会买包的东西 这包包我六个人就是时间 我 聂小姐 别以为你拒绝我我就没人要了 这位可是钱是集团的少爷 等我嫁入了钱家 我可就是钱家的少奶 可比你这个吃女人冷饭的废物强多了 你说你还演过我钱少爷 莫菲菲我劝你 你是跟了这个男人的话 他就到最后 嫁入豪名之上 叶小天 你冒充华盛其吞吐制掌 被何总告了 要不是刚好何总 撕罗公团被抓进去 你以为你能从牢里出来 我已经告诉你别人 我还说话 小心我让你在江城 哀一下天狱啊 莫菲 不是这个包吗 请让你看中了他 就算是十个 他可以买 走我们现在去这场 别跟着飞 叶小天 你一个吃软饭的男人 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和我站在一起 你不也是靠男人 何意思 你还不知道吧 我家马上就要拆迁了 光拆迁款就有三千 而且啊 钱家马上就要上市了 等我拿到了这笔贤书股全家 我自己就是豪门 跟你可不一样 全家不是破产 你说什么 这是废物话 你也信吗 哦 我知道了 你就是忌妒 忌妒也没用 和你比起来啊 还是钱上这样的男人能配得上我 我不知道你从哪听来这么可笑话 但我警告你了 你要敢说出去 败了我钱家的名声 完了你撑不了刀子 还有 你最好别在心里面去 他和他们费什么快 赶紧去结账吧 在西班的郊区 这是您早上划出的拆迁店 快 看来钱家是要在破产的消息 破产之所以 这一次从哪里 你觉得 王兄 你好先生 请问希望买些什么 我要给我的女儿挑一个女孩 谢谢 莫菲菲那个女儿虽然存 但是我不想把钱 白白让钱就转 明白 我觉得丁丁是旁边留一个旧小区 还有白症 老老 别打他 还不让开 这么快的路 我没有没打到你啊 一个老不死的一个残废 一看你们就是住东边破烂小区的 我可是住在西边新月小区的人 你们啊还真是穷民 开迁都轮不到 我马上啊就是上流之后 你们以后少走 要是不小心把你们的球界带过来 影响我教育好 你们负得起责吗 妈 你你你别生气啊 注意生气 他起死也是为你 这样一晚 你们家不少了一个吃白饭 你你你你你活着 你敢骂我 等我拆迁了 我让你们在这住不下去 还不快滚 让你小姐让路 王主任 我是什么时候拆迁 孟非非 你们小区啊 不拆迁了 为什么呀 那我问问你自己得罪了谁呀 这种事啊 驱逐点 李孟非所爱的小区啊 不得拆迁 哎 王大妈 华盛集团 决定把拆迁的地方相当便宜一点 只好是你们所在的小区呢 你说的是我家要拆迁了 对啊 反正 这家鸡和你搬的冰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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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哎毛主任 你刚刚说华盛集团的董事长姓什么 刑阅啊 你也是 哈哈哈 叶少爷 叶小�ony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你有一支鸡灰 我們父母好不好 我再也不說了 再也不說了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缺女孩 那你缺什麼我都可以的 我是愛女的人 我不要深刻也可以的 我可以 我 我不缺女孩 我 還可以 老公也是可以商量的嗎 只要再也好我什麼都可以的 哎你等等我啊 啊 哦 哦 哦 要笑天 我要不要告訴女兒 我們已經離婚的事情 今晚女朋友延長期 千萬不要露心 就說你要出差半年 這半年之內 我會然相信 我們已經離婚的事實 你安排的可知道 我今天去一趟警察局 才知道你已經被放出來了 做不 你很失望我被放出來了 葉小姐 我還是勸告你 別再做一些脫機摸狗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 有個做過牢的父親 姐 我說你沒事吧 你怎麼把這個罪物給帶來了 你讓我當初 他怎麼把我坐進監獄的嗎 又是本來給個小丫頭騙子過生日就夠鬧心的了 還要見個廢物 真是晦氣 媽 他畢竟也是小小的父親 過了今天 我們家 就和他沒關係 爸爸你終於回來了 啊 這是爸爸給你買的禮物 小老實 只要爸爸送的禮物 小小都喜歡 這廢物 他能送什麼貴重的東西 小小過來 別覺得他那種沒見過世面的便宜一樣 王平安 我女兒什麼樣子 還輪不到你來評價 葉小天 你找我打是吧 剛才要不是我放過你 你現在還在老女婚 怎麼 還想再試一次 爸爸陪我去坐 兄弟 小小生日怎麼也不告訴我 坐也太驚慨了 哎呀 前哨 您怎麼來了 您快坐快坐 那上午陪一個 下午陪 葉小天 就算你因為既定 挺有的密切 葉小天 這沒有你說話 哎 前哨 您之前說 我賺錢的項目 到底是什麼呀 我們前一家 和華盛集團達成了上面的合作 全家過不了多點 哇 我爸說 我爸說呀 可以讓你們都入股 但是也就看我和新月的面子 要不然這好事 哪能輪得到你們頭呢 哎呀 這可是大好事啊 那就是說 我們王家也要一飛沖天了 前哨啊 跟某人就是不一樣 那廢物啊 跟新月結婚都那麼多年了 什麼盲棒不上不說 還淨拖後腿 前哨可不一樣 這不是給我們王家送錢來了嗎 還不快謝謝前哨啊 送錢的還是錢 還不用 你 你葉小天說我要講正確 你這麼汙子我消失我告你 不是 你們不相信我是吧 行行行行 那別說 別等到時候我們全家上市了 你們後悔啊 不不不 葉小天 這沒有你生活 就給我滾出去 媽媽你別讓爸爸走 這個廢物 他就是個喪門星 你要是早跟他離婚 咱們王家早就發達了 所以你能不能選啊 如果 還行 那就拿錢吧 太多了不行啊 三五千萬 這三五千萬 已經是要公司全部資金了 要是出什麼意外 這資金鏈 可就斷了 錢 你的公司 怎麼能比得上前哨呢 前哨的公司 馬上就要省市了呀 拿出來 你不相信錢哨 還相信那個廢物啊 你確定要分色 不保護 到底要說什麼 你一事無成 還該讓我成功嗎 因為這次我成功了 這新月姐 結果真是他入上流 嗯 如果失敗了就要全部重新 這些 如果失敗了就要全部重新 還要是 没想清楚你慢慢想 只是我爸 过来今天就不好说了 比尔街 你还想什么呢 自卑王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闭嘴 这是我们的家事 就算是被骗了 那也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我看你啊 就是见不得我们好 制度我们 你啊 你快给钱上赔个不是 快把钱给他呀 不好意思啊 只是 这笔钱也不是一个小事 我得决定如果 没关系没关系 你想清楚了就好 咱俩这关系 怎么可能会坑你呢 爸爸 妈妈为什么要给你换新鲜钱呀 妈妈钻钱 可是很不容易的 你帮帮妈妈 全家集团上市的消息 确实 因为我钱家跟华盛集团 真的产生合作的话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了 这么充装就把钱交给了 你全家都是这么做什么 什么人 你真的要相信这么一个废话 骗 跟你入伙 我还可以跟您介绍 华盛集团的合作 我是看在小小里面 小山里的新鲜 前家 以前家和华盛集团的什么 小天你个废话插什么嘴 不许你妈爸爸 那真是你爸爸 我真是你爸爸 琴琴 我可是只有一个爸爸的 那我与华盛集团董事长 去世众 全家的破产都是我一省的一省 至于与华盛集团的合作 范星渊 你很快就会收到小 你看在做课 我有谁会相信你的鬼话 是 华盛集团的董事长 奶奶 他就是个骗子 你可别信他的鬼话 他要是董事长啊 我就是观音菩萨了 先把钱收起来 奶奶 怎么了 是王家 这么多年对不住您了 奶奶 你这干嘛呢 你疯了 王家还算是很明白人 钱少 我们王家妙小 恐怕容不下您 您请便 你们王家 别不知好歹 等着后悔去吧 还好还有孟菲菲呢 他到他的三千万 足够过去过来小死 等一下 孟菲菲家 我说你老糊涂了吧 你白白的浪费了一个我们发财的机会啊啊 你想做什么呢 喂 什么 我刚快上前来合作成功了 啊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明天我就来签合同 孝天 您地面 就在的老财 正下 静悦 你给我过来 叶少爷 叶总说 让您和我一起回京城 为什么 叶总给您定的是 明天一早的飞机 孝天 我们已经很久 和您在一起 我们已经离婚了 孝天 我后悔了 我们好好的 副官好不好 为什么 就因为我是华盛集团董事长 因为您在那间出的这个 孝悦 我给你资贵 但是现在我们回不清 我要走 你好好休息吧 董事长 我来接你 你真是华盛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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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奶奶不是说 你住在这儿吗 你怎么什么呀 是啊 都一家人还走什么呀 我 小小快去拦住你爸爸 爸爸你别走 小小 爸爸要出差关系 你在家里不快回地方 好 好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去追我姐夫去啊 是啊 别让那个小妖精给拐走了 你快去追啊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我还有什么资格留他 小妖精 你老人生病了 你快回来呀 白玉手 我要回去一趟 小妖精 你来了 小小这是怎么了 你知道 昨天好好的 今天早上突然发了高风 不过 医生已经来过了 这没什么答案 就是小小 一直要见爸爸 所以你就给你打个电话 嗯 刚才给你打电话 听到你再记着 我要是进化了 可能不要走 你会这样子 叶小天 我在京城 等你 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